就是把這五個按鈕做完 這五個按鈕其實就講義第一個page 那個五個 那五個按鈕就是五個程式嘛 有沒有 那五個程式就是五個sub 反正以後這很好記啦 你也不要記太多 所以真的坊間書每一本寫都不一樣 最後你根本無所適從 所以後來發現你就是記這樣 反正程式一律寫在模組裡面就好了 然後我同意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我不要寫在模組裡面 可以 但是有風險 那你怎麼知道寫 那你可以寫在模組就保證沒事啦 你說工作表其實像哪邊還可以寫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模組可以寫 其實你說這工作表點兩下可不可以寫 一樣可以寫 但是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寫在你自己工作表 如果別的工作表要存取的時候 會有那種什麼 你有沒有共用的權限問題 權限問題你要設定 所以一般sub前面有可能會看到什麼 public啦 有沒有 有個什麼private啦 有沒有 那個表示說你要設定 就有點像你的檔案 放在網方好了 你要給人家用不是要共用 那共用就是public嘛 可是問題你說老師那我記不起來那麼多啦 算了 請你不要亂寫 你就寫在模組裡面 這樣不就解決了嗎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問題都是自己找出來的 你就想一個簡單的辦法 而且我發現沒有人那麼聰明 記得了那麼多 一般人可能今天上完課明天又忘記了吧 所以你就寫一個最簡單 反正以後起來模組就對了 OK 不要想太多 我有時候講很多 你最後你也記不起來 那感覺好像我講那麼多 好像有 我發現我 我有時候有些東西 我盡量就把它講重點 講那個你們現在需要的啦 你目前不需要的我講那麼多 反而增加你那個腦容量的負擔嘛 對不對 所以盡可能的 第一個 所以我們最後做出來就是這樣子 那反正按下這個按鈕 就資料重新塞 有沒有 然後它刪掉之後呢 把資料呢 我這邊有射中斷 給我把它 OK 那插入三欄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換一個資料 像剛剛提到 我不要住宅啊 我要什麼 汽車好了 那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網路上找這個連結 比較好 那我們這個連結哪裡來的 也是一樣啊 開放資料上面找到貼過來而已啊 對不對 那不就把這個換一個連結上去 不就有新資料了 而且你會發現台北市政府那個 他的 像剛剛講那個汽車啦 機車啦 自行車啦 還有搶奪等等 好多 其他的欄位都一樣耶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這個改成別的 這只要改成別的連結 馬上就可以換個資料啦 馬上就可以換個資料啦 這第一個 回去你們自己玩玩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再來就是利 這個應該剛剛講過 這沒問題 各區 這個也秀了 所以其實也是一樣 反正呢 就是 把 先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先做出來 再做這個 樞紐表 樞紐圖 所以呢 再來就是這個 路階道 路階道主要是針對這個啦 所以呢 基本上 這個指向也是 一個SUB 這個SUB名稱跟這個一樣 叫做 路階道的前史 有沒有這個名稱嘛 就一般我習慣這樣啦 反正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一樣 這樣就簡單的 一看就知道喔 然後一樣扣兩個 一個是樞紐表 一個是樞紐圖 那為了區別說 跟前面的不同 所以我加底線 這個是路階道的 OK 那所以呢 我如果讓它的話 那一樣啦 反正它就會先去執行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那一樣啦 先檢查有沒有 已經有的這個 工作表名稱 如果沒有 就可以新增 然後呢 底下這個地方有沒有 本來它是R 好像什麼 R1C1 這個是R1C1 然後這個是什麼 R3440 位置還不知道 然後C8的樣子 那我把它改成這樣 有沒有 當然我剛好講過啦 你還可以改成用 序尺跟range 但是那個方法 比較難一點 所以暫時如果 你記不起來 先記這個 叫做中瓜弧 這個好像比較好記吧 本來是雙引號對不對 把它改成中瓜弧 這樣就OK了 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你說 那range不好記啦 那你就乾脆這樣 這樣應該比較好記吧 所以你如果將來 假設要指向某一個儲存格 在VBA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 中瓜 這個指的是A3儲存格 如果你要指的是某個範圍的話 就這樣 比如A1到H3440 這樣就是這個 那如果你要跨工作表的話 那你就是前面再加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名稱 好像我們這裡有跨工作表 特別特別想要 一定要跨工作表 不然的話 假如你以這個來看 沒有加這個 就錯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工作表裡面 並沒有任何資料 我們的資料是在哪裡 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加 他一定發生錯誤 因為沒data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的話 我發現我好像雲端上面的那個 層次碼 好像比較舊 所以我好像有加這個 這個東西 但這個東西有沒有 這個好像錄製的時候就有了 我把它先畫成灰色 所以我是建議啦 這個以後你錄製聚齊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刪掉 我先不刪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加上你們錄製會 就是這個像Version等於8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 Excel可能8的版本 可以run 但是8以外的版本就不能run 所以我剛剛好像 我這個沒有拿掉 所以我把這個Version 把它加上去 後來發現 一run好像 就馬上出現問題 它好像 在這個後面就是會卡 所以把它拿掉 那這個就OK了 所以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那如果沒有這個問題的話 跑起來應該沒問題 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然後再排序一下 OK 那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留下前十個 有沒有 那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的話呢 再呼叫那個樞紐圖 那這個樞紐圖也很簡單 等於今天介紹的第三個 枝條圖 有沒有 枝條圖就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用錄製的 它會有一個 它的枝條圖 到底是哪一個style 哪一個type 那你就加上去 那後面一樣是座標 跟寬跟高 然後把它加上去 然後來源給它一下 再來就是它的標題 title部分 這個都一樣 所以我這個地方 就是大概快速的demo一下 然後顏色 字 出體 然後取消圖力 OK 好 這樣就完成 所以這個按鈕呢 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喔 第四個按鈕 那最後的話呢 這個上面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就是要 假設啦 我這邊比如說 這個有了 然後切回來 然後這個也有了 那你會發現呢 最後我們還需要一個功能 但這個按鈕是我想出來 因為喔 你會發現 每一次做了之後 我想要把這些通通刪掉 然後只留下這個的話 那這樣感覺會清爽啊 不然的話 每次都要手動再來一次 或者你按下去 你還要 因為你不確定說 這些要不要了 所以你把它刪掉 資料以外的工作表的話 按下去 只留下資料 那其他都刪除的話 那怎麼做啦 其實很簡單 這個寫法喔 跟剛剛的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有個回圈有沒有 刪除重複的那個 滿像的喔 如果可以自己想想看 有沒有 一定寫個回圈 for i 等於什麼呢 1到序點抗 對啊 next 然後呢 那你要留下資料 除了 所以喔 這裡面會有個邏輯判斷 如果喔 怎麼要下比較OK呢 如果那個 should i 的 name 他假如喔 應該是不等於資料吧 就刪掉 反之就留下來 反之不用寫啦 那怎麼寫 其實忽失欲出喔 所以其實寫完 程式應該只有五行 一個回圈 furnace 一個if and if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 要刪不刪 OK 所以以後很多程式 這樣就把它寫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喔 這個地方想想看喔 那前面這個 試著做做看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啦 這個衍生性還滿多的喔 所以今天的那個 住宅切到下宅 請各位回去有時間的話 試著改成 比如說 你是開車的 你就找汽車吧 然後你當然 你以後車標要停那邊 OK 反正的話 其實我之前是有把那個 這些Data都倒到那個 Excel裡面有3D地圖 他把那個地標都打出來 後來發現汽車 切到岸最多真的是沿著河濱 就會那個點狀 就特別顏色特別深 OK 反之 但是住宅熱鬧的地方 切到岸間反而比較少 所以喔 這個東西如果將來再結合3D地圖的話 那其實會有不同呈現的面貌 有沒有 所以圖形 我是覺得Data如果可以圖像畫 那真的其實很多時候是能夠看到 本來看不到的東西啦 那當然我們一步一步來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剛剛的那個 路接到前10名的直條圖 也試著做做看 那它跟前面的方式都差不多啦 反正先把錶做出來 再把圖做出來 那我剛剛比較多衍生的部分 就是那個範圍跟坐標 如果你記不起那個sheet跟range 其實你可以用中瓜糊啦 中瓜糊其實還蠻好 我是覺得第一個簡潔吧 然後第二個的話也蠻好記的 那這樣的話其實指向某個方法 也至少會比那個 錄製聚集給我們那個什麼R1C1 或者R幾C 那個其實好記太多了 OK 試試看喔